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老师最近虽然得了个十大节目什么奖 但是我看在某些方面名气不如你 你是这个和尚里头上电视最多的算吧 有可能吧 上电视最多的应该是唐僧 唐僧 那都是半的 那就是马老师 您倒是把自己抬得不低 我这些年对着文物 有那么多的认识 我几乎都是在看马老师节目 你看他这和尚很有道好 一见面把这个屋里每一个人先夸一遍 这是和尚的生存之道 那你看马老师我们不可否认 我们两个都是看他的节目长大的 我不看我也能长大 学了很多 对我倒是啊看您的这个电视啊看年轻了 因为呢没见过这个猴子爬满和尚尖头 这个他人没来啊 现在我们节目里出了一回 咱们也得跟有的观众哈来这个看看 一看你就想起这言参哪是谁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拱众走过辉煌 我们拱众祝福朋友 走过生命所有的唇下秋冬 我们祝福这所有的所有 我没想到牙战夫人 哎呦这个法师法师就这一段视频一举成名 是吧 这个家伙但是这个有人说你这个和尚不像和尚 有人说这猴子是刀烟案派的 有人说这猴子是烟咱发是羊的 烟咱发是弄羊 烟成动物吗 所以说这个非常善待这个新媒体时代的到来 网络时代的到来 有些人因为一张照片 或者说有些人是因为一张没穿衣服的照片 然后那猴子法师是躲鱼了 因为是一段视频 或者说一段别扣的访验 那么猴子法师集合了这么多 有点被这个时代被大家所认识 应该是感谢的 法师是个特别开心的人 感觉是什么都能聊 所以我们也就不忌讳 我们跟法师说说 就是说你整天上电视写这么多的书 然后还要卖萌 而且这么多的社会活动 您还是疑似的方丈 那佛教和尚不是要修行吗 您是修净土宗还是禅宗 禅宗 活一场豁达 我们经常提的一个叫正能量 什么是正能量 就是在烦恼当中活出来 正面积极的对人生的一些苦难 您平常在庙里不需要打坐吗 或者 每天都要坐 每天都要拿 现在也在坐 那么 红尘纷绕 你自己保持你自己内心那份安静 那份安心 其实我是一个 真正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 刚才您提到了 我写过许多书 那么我在寺院里 小和尚问我 说师父呀 为什么还要读书 好辛苦呀 我说 你就知足吧 再过世级年 你要想出甲 都要过影于四六级 这就是一个世代的特征 我给省人提出来了一个要求 就是修行 阅读和协作 有人说 严谈法师 为什么老去大学讲座 那么一个省人 不讲座讲什么 有人说 严谈法师 你为什么老讲人生 那么不讲人生 讲什么 你为什么老讲生命 那生命 我们活什么 我们活的就是个生命 从生命当中 经历 经历这些荣辱 臣妇 悲怀 利和 我能听出来 严谈法师 他有一套 很完整的系统 我刚才草草翻了一下 他的书 他的书 跟我们常见的过去的书 有些很多不同 他都是一段一段的警句式的 这种警句式的 他又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格言 结局凹牙的 不好意思在人跟前说的格言 他这每句话都是普通的大白话 是吧 我们随便一翻 就能看到他说的这种 就是家常里短的话 来解你的心结 那法师 我要说了 也有人说你写的这个书啊 水平不高 说就是心灵鸡汤的程度 心灵鸡汤 鸡汤就够了 鸡汤就够了 出甲人吃素 就免了鸡汤了 蘑菇汤 有些人说 严谄法师 我最近生活压力大 工作压力大 又是房子 卖股票掏住了 卖楼房掏住了 买什么掏住了 我说一定要善待生活当中的这些问题 其实这些并不是生活的烦恼 它就是生活的内容 不能把生活的那些内容 当作生活的烦恼 有人问严谄法师 我奶奶最近死了 好伤心 我说我奶奶早就死了 谁家一百年不死个奶奶了 那么生活当中的烦恼 它是生活的内容 一定要正确的面对 你就那么开心吗 你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那个烦恼的 发愁的时候吗 死院里小徒弟很多 我也是很生气 他们有的小和尚 也偷偷的玩个游戏 当我发现以后 我也是很生气 但是我发明了一招 霸王线 霸王线 半个小时霸一下 结果给黑多小徒弟 得粗心玩 给黑多小徒弟出来堆力 我就发现这也不行 单纯霸王线是错误的 应该把它阻止起来 谢谢博客 谢谢微博 大家学习 一个省人 假如说没有一个阅读的好习惯 没有一个协作的好习惯 不用说省人 你就在社会上有普通人 你要不夺读书 但是法师 他有一个 就惯去 要是老的佛教的一个 其中有一种讲法 就感觉 就说这个人 不能都上网 或者在今天的十丈红尘里 又到这儿做报告 大街上什么都看 说因为你还没有定力 这个叫佛教里讲 叫五欲六尘 这个五欲六尘 你没有定力的时候 你接触这些东西 你这个心就很难能够安静 你提到这种问题 其实是很关键的 真正是网络时代和新媒体时代 对佛教文化的发展和普及 它是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 就是说目前的省人该怎么做 目前的佛教文化的方向 传统文化的方向 你说你小和尚上网写播客 那么跳出个窗口 他就看美女去了 那都是穿衣服那么少的 这个你倒不必要担心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他有一个起码的一个信仰 这个我很乐观 这个时代什么样的省人 才算是合格的省人 不管是从道德上修养 还得有一个良好的素质 并且还要有一个文化学识 所以说现在 思愿也非常忠实外遇的普及 还学外遇 前几天有一个电视台找 我说演参法时 我们想做几档外遇节目 希望你参与 我说我的老天爷爷 我三十年前都没学好 我现在现在来不及 所以说时代在进步 给 不管是给 这个党代的出讲人 就给我们80后 所有的年轻人 也是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是宗教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固守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停的随着这个社会而变 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他很多内容相关的就会有所改变 所以我倒是觉得 你既然入了佛门 那就应该守佛门的戒律 戒律很重要 而不是说你要去多读什么 你比如 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就非得上网 非得去学这个外语 如果说我今天在社会上混 那肯定这个很需要 它是一个工具 但是你顿入佛门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还是跟社会上有所区别 所以说我们外人 我们这个外人反倒经常会觉得 说这个和尚 他不应该整天在我们眼前晃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说 我们能看到的 我们是作为非佛教徒 我们是在外面的人 我看得很清楚 中国的佛教徒 比日本的佛教徒走道都快 这是很简单的事 为什么呢 他修行不一样 你到日本去看 所有的佛门弟子走道都特别缓慢 那个是跟常人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这个社会的不同 是他跟社会的隔绝 所以您看这个 就是咱们中国人 人家是太会变通了 就是因时而变 与时俱进 特别是你看禅宗 您是禅宗 禅宗尤其是个 这个是个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但是他也可以说 给骗子大行其道 可以提供了很多依据 那简直就是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你怎么着都可以禅宗一下 你说我们怎么知道 佛教协会 对党前的省人惯离 是非常严格的 有些网上 你看包出一些家省人来 其实是外行 世俗老百姓不好分辨 其实佛教协会 抓得非常严 严谈法师是这样 就是比如我们说第一件事 您刚才说有人冒充 和尚 是吧 这个我们都看到新闻报道了 已经被抓住了 确实是冒充的 对吧 那么第一个前提 他为什么要冒充 就是他有冒充的可能 他就是发现你里头有漏洞 他冒充进去以后 他会获得相应的利益 这是冒充的第一个目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 就是今天佛教 他很希望就弘扬佛法 那么很多人会利用这件事 我所接触的人 比如说我去的 我们不去点名去说 某一个寺院 我去的时候 是专门通过关系 这个衔接的 我去的时候 是下午五点多钟 我为什么要这个时间进去 就这个时间 院子比较静 比较认识 游人比较少 所以给我的感受 是非常肃穆的 但是陪着我的小和尚 他就比较着急 他着急就催我 你知道吗 他说我们都快下班了 他说这个话 所以这个话 当时对我的触动 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觉得 在这样的场所中 他们还不如我们前程 我想这么大的一个佛教界 有这种 他比较年轻 修行不到 还没到修行的时候 需要牢房长 在教育 你为什么要教育他们 为什么就是我们年纪大的人 就是我们有时候能看出来 这个修行 面都能 面相能看出来 我到日本的时候 我就相信这一点 因为我看到一次 有六十多个僧人 从这个寺院里出 就是在寺院里走动去吃饭 面相一致 当时让我震惊 就这些人全是修行修出来的 相由心生 对 他所有人都趋相于一致的时候 你心里那个给你的那种震撼 就是宗教给你的震撼 是完全不一样 你看我们阎三法师这模样 对 也是他修出来的 当肯定了 我天生 咋的难 不不不 跟你难看没关系 就是您是 您是一个非常祥和的人 就是无论是 内心的快乐 写在脸上 对对 那么2013年 有你忘了 把我的照片贴到门上了 我说 小徒弟就说 师父呀 为什么他们要把你贴到门上 我说 爱贴哪里贴哪里 因为咋的难看 咋的难看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法师上综艺节目 你可以看看咱们法师走秀的这个亮相视频 小徒弟也紧张 法师我们确实就很好奇 就说和尚 见了女色 没感觉吗 他有一个信仰计做基础 这信仰能有多结实 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信仰 我相信 他是一种力量 信仰是一种力量 问题是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信仰 是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你刚才讲到这个日本的 对对对 我非常相信信仰的力量 超越了一切 再有一个我还请向 您觉得这个庙啊 能不能卖票 这个寺院呀 有个别的高价门票 可以说 赏透了和尚的心 这个赏透了和尚的心 由于历史的原因 有些门票还挺高 所以说这个门票呀 第一次确实是个理事问题 因为不给和尚 还有很多这个 现在呀 可以乐观 这么乐观的来看 有一些地方已经 大家已经觉醒了 已经在认识了 就是说 寺院的门票 一定要见面 一定要把寺院还给老百姓 关键我倒觉得 收不收票不是最重要 重要是那钱哪去了 这是最重要的 你利用佛家圣地 利用宗教的情怀 你把钱弄完了 那个钱没有监督 我不相信今天的 所有佛教门口收的钱 和尚们也没收到 谁都没收到 那钱哪去了 主要是这个问题 其实作为这个信徒们 愿意掏一点钱 如果说你这个 这都是香火钱 他都不是太在意 在意的是 这钱没了 不知道哪去 你看社会里 社会在发展呀 它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包括一些历史的问题 我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 就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也更希望大家 提高一下自己流畅时 学会保护自己的权益 到有些个别地方 尽量不少 搞家乡 严三法师说的多少 都有点像领导说的 要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他是苍州佛邪主席 我认为 我认为一个社会的 最舒服的状态 就是每个人 没有保护自己的意识 你没有意识 你可能活得很好 那是一个梦想 不是梦想 就是你老强调自己 要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 实际上我觉得 是社会的一个失败 特别是马老师的文武多 像僧人四大皆空 别人问我 验惨法师 你怎么老上电视 或经常上电视 怎么还参加一些 个别的娱乐节目 那么这正是一个 简单的问题 目前一些电视 为传统文化 开辟的这个节目 太少 所以今天借温套的法令 呼吁一下 希望更多的 多播出 多制作一些 有利于全民素质提稿 有利于全民道德 提升的这种 传统文化节目 就验惨法师 反应再重 我努力学好普通话 我也要当这个主持人 这个验惨法师 我也听说了 这个说这个佛教界 跟这个人间也一样 比如说有的和尚 信众多 有的和尚呢 名气大 就像你这么红 这个其他的 这个有僧人的 会嫉妒的 这个你没感觉到 这我倒真没感觉到 我其实特别感谢 我自己 生的这个时代 本来买不动的书 也买懂了 本来我的话 也买不动的 也买的 不是买 就是支持公义慈善方面 这个也很形容 也很顺利 就我就希望 能对这个佛教文化的推动 能为这个佛教公义慈善的推动 尽我这个废物利用 您说客气了 就是说佛教文化 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春天 可以说传统文化 迎来了一个很好的春天 大家都在思考 方向在哪里 如何穿搏 如何找到恰当的这种种 手段和方式 如何运用好新媒体 运用好电视 运用好这个知媒 你在这个运用的同时 会不会迷失了 比如说大家对适用性的担心 就是这种担心 你用来这个宣扬佛教 但是你进入太宣 我答答你一下 虽然道员没让 没同意 我答答你一下 就是说 庸信法师 也是一个推动私院 见面门票的一个人 大家一定要立即 庸信法师 对我们来说 他是一个大名人 其实他也是一个普通人 有些时候 显然有些无奈 或者是有些为难 但是我相信 庸信法师 也是一个奴隶的人 但是在我们这种 非教徒中看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宗教的含义 就是宗教中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是非公立性 这是宗教的一个典型特征 如果宗教有了公立性 我们就可以视为不是宗教 那么今天的 以我的朋友当中 我很多朋友 我估计你也有很多朋友 家里是供奉佛的 对不对 其实我看到这些朋友 我倒反而觉得 他们很少有公立性 如果你说他有公立性 他也是寻求内心的一点 安定而已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社会上的很多公立性 就是过分强调 他的这种公立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上讲 不利于佛法的 更高等级的弘扬 我说的是高等级的弘扬 我们还是希望 因为我刚才一开始 我就说了 我坚信人信仰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都不可以摧毁 但是 但是关键我们能不能 很多到庙里烧香的 我觉得他不是信仰 他是做买卖 他是临时报佛脚 跟佛菩萨做买卖 让我升个官 让我怎么得个孩子 临时报佛脚 我给你捐多少钱 我给你烧个香 你对这样的心理怎么看 不光是这样的心理 现在佛教文化 面临着他和经济社会的 一种结规 一种这种结束 他不可避免的 不可能脱离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的经济 高速发展 那么有些思愿是受到一些困扰的 受到巨大困扰 所以说 我还是一种很乐观 我相信会找出办法来解决 我在这里 还是表明我的态度 我希望 和睦相处 友好发展 给大家带来一种相和 不要给这个社会添乱 还是佛教协会主席 向前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信仰的力量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跟人的欲望相抗衡 首先要确定信仰 信仰它神秘 佛教文化并不神秘 什么是禅 禅就是一种生活的进行式 从生活当中 活出生活的智慧 活出人格的怨满 向人道德去扣问 然后达到一种道德的神话 这就是差 言参法师主要就是熬制蘑菇汤的 心灵蘑菇汤 鸡汤肯定不行了 会不会有人会觉得 好明 比如说修行佛教的人 就是喜欢像您这样 出席这么多节目 成为名人 这有没有问题 我已经快无师孙了 名气对言参法师不重要 我自己就在想 这十年十诫 谢谢数 然后后来十年十年到世界各地去转一转 胜在亚洲 埋在欧洲 埋在欧洲 做一个拥抱地球的人 那一趟人间不容易 大家要珍惜 要善待 但是我 对您那我都比较明白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一点 还是宗教人士 一定要有高于百姓的一点 这一点就是精神的一个追求 这一点是不能混同于普通百姓 不能随便去解释的 就是我精神层愿 一定要有一个最高的信仰 这个信仰不可喊多 这法师啊 弄这么多的钱 他全是为这个 捐 捐 捐给白血病 我弄了多少钱 捐了 捐了